山东斗法 魏龙豪 武赵南河说 在明朝宣德年间 这年正月十五大放龙灯 别 别 别 您等会儿 等会儿 干嘛 您说哪一朝啊 明朝啊 好 这一蹦子黑 怎么了 好嘛 五百多年了 咱们这是说相声啊 还是上历史课啊 是啊 我今天是要说个笑话 哦 那明朝干嘛呀 他这笑话出自明朝啊 他哦 怎么 哦 我这么说不对啊 哦 好 我没说不对 您说 您说 我 那你拦着我这话头干什么呢 那我 我多这事干嘛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接着说 我 我说什么来着 你忘了 都是你小伙的 哦 好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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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说的是明朝宣德年间 这年正月十五大放龙灯 哦 接着说 好 那我哪会说呀 在北京前门外头五牌楼啊 贴出一张黄榜 哦 有半个月了 一直没人敢接 这是什么事呢 外国派来一位法师 他会三十六手雅弥到中国来寻访能人 哦 要是能破他的雅弥以后照样的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要是破不了他的雅弥呢 那就免称下邦从此永不进贡 哎呦 这事大了 皇上着急了 要是破不了他的雅弥 这可有失国体呀 让外国笑咱们中原无人 皇上问过文武大臣 谁也没有这能耐 呦 那怎么办呢 于是张贴黄榜啊 朝贤那事 如果有人破了法师的雅弥 你是高官得作 骏马得骑 哦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没人接绑呢 事关重大 谁也得自个儿 颠颠自个儿的分领啊 嗯 没有金刚钻 他不敢揽瓷器呀 难道就没有一个会的吗 呃 会他也不能说呀 怎么呢 你知道那法师出什么雅弥呀 一手打不上来 丢人现眼不说呀 这娄子就捅大了 对呀 这可不是试着玩的 所以一直没有人接绑 谁也不敢应这个事 这天大家正这儿围着呢 大南边来了这么一位 是钱蒙外的一个肉铺的掌柜的 哦 肉铺掌柜的 这个人姓孙叫孙德龙 嗯 山洞哥们 嗯 过了年呢 从正月初六开始以后 肉铺里还挺忙活 嗯 到了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天呢 他们跪上些光 哦 是啊 休息 过龙灯节嘛 孙正贵的呀 平常喜欢悲争悟 好晕两中 爱喝酒 喝完了呢 就睡觉 这好 不惹事 十五这天呢 喝的还特别多 这回 他怎么不睡呀 因为十六肉铺 得开张做买卖了 他正准备啊 去买猪呢 好做买卖 对 这个人呢 这个头啊 有七尺来高 哦 长得是浓眉大眼 鼻子口方 红脸堂是大脸毛胡子 标准的山东大汉 往头上看 龙发包巾 往身上瞧是肩宽背后 哦 穿着一件青布棉袍 是紧紧绷绷 大概是前两年做的 这两年发福了 不错 这件青布袍子呢 可有年头了 啊 切肉的时候呢 手脏了啊 就往这袍子上它抹 这日子久了啊 胸口这地方啊 赠光挂亮 啊 青布的面啊 拿灯这么一照啊 都成了段子 就是油泥 腰上呢 记着搭布 别着把酒壶 嘎着窝里呢 夹着一根勾杆子 夹着勾杆子干什么呀 勾猪啊 哦 八尺来朝 上边有俩铁钩 看着闻了哪条猪 往怀里这么一带 就给勾勾住了 哦 一般人还不行 这还得行去啊 对 一看这五牌的那儿 围着好多人 他可就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他好奇啊 翘着脚啊 往里头看 他知道这是什么事吗 看了半天 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认识字 哦 文帽 他把这勾杆子 往地下这么一除 撇着个大嘴 那直运气 把旁边看热闹人给吓了一跳 是啊 这什么毛病这是 西话告诉你雪子 我不认识字 这倒好大实话 它是个文盲 哦 不认识字啊 那里生的哪门子气啊 好 我念给你听听 哦 哪都有热心的人 那好奇了 老家你学学啊 这个稿起响面写的 是什么 什么告示啊 这叫黄榜 黄榜 什么叫黄榜啊 我们不懂 黄帝出的告示就叫黄榜 哦 那你念给我听 那位怎么念的 听着啊 奉天承运 黄帝赵月 你先等会儿 怎么了 什么叫黄帝赵月 就是皇上说的话 哦 黄姓雪的花 就叫黄帝赵月 是啊 那么我雪的花 叫香月 你 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着 那位一想 也别照本宣科的念了 对了 文盲反正听不懂 干脆告诉他大白话吧 哎 说外国呀 来了一位法师 会三十六首雅弥 一部道德经 哦 要求我国的能人呢 跟他打雅弥 如果有人能破了他的雅弥 他们愿意年年进贡 是岁岁来潮 要是没有能人 破不了他的雅弥 怎么样 从此以后就勇绝棒救 再也不来潮功了 哎 这回他听懂了吧 不但听懂了 孙掌柜的还火大了 哦 哎 这小子好大的口气啊 咱们的文武博冠就没有一个回答雅弥的嘛 甭说没有 就是有也不敢冒这个险 这为什么呢 为保沙冒刺 为保脑袋 别搬家 哦 这嘛咱是小啊 那天荒榜又干什么呢 招贤那是啊 什么叫招贤那是呢 就是出榜访求我国的能人 来破那外国法师的哑咪啊 孙掌柜的一听乐了 哎 我会打哑咪啊 哎呦 他会 哎 会的可不多 哎 你说这个小子他会多些手来着 人家法师会三十六手 我会八博多手呢 嘿嘿 多手 八百多手 呦 看不出来这能人在这儿呢 嘿 孙掌柜的说的不是瞎话 他还真会打哑咪 哦 真会 可是他会的呀 是买卖猪肉的哑咪 哦 像什么呀 肥的瘦的呀 五花的呀 下水片子猪蹄啊 凡是买卖猪肉的哑咪手语 没有他不会的 是啊 他是猪肉铺的掌柜的嘛 可是看热闹着人家不知道啊 有人可就说了 哎 你既然会八博多手 你为什么不接榜呢 哦 让他接榜 啊 对呀 为了给咱们国家 你不接榜 那谁接榜啊 那么这位孙掌柜的怎么说呢 哎 哎 得呀 得呀 哎 我不接榜 谁接榜的呀 哎 他真冷过来 齿了一下子 他就把那黄芒给撕了 哦 接了榜了 这事儿都可大了 那可不 看榜的那个冰丁过来一看 来 给我榜上 要 怎么榜上了 因为冰丁看他满脸通红一股子的酒味 以为啊 他是喝多了猫尿在那撒酒吃了 哦 不会了 哎 哎 干什么 你别捆音啊 我能搭哑咪 对 他会八百多手呢 当时早有冰丁禀报了看榜的王大人 哦 有人接榜了 王大人走过来一看 哎 你们怎么该捆上了 是啊 休得无礼 壮士既然敢接榜 必有奇才 待老夫亲自与壮士松绑 哦 王大人给他解开了 哎 这是怎么回心啊 啊 刚才捆上了又也开了 你们开什么玩笑的 谁跟你开玩笑了 大人来了 哎 大人来了怎么回心啊 就算你妈来了我也不怕呀 这在哪儿着呢 啊 哎 王大人一看 孙长贵的这个头像貌 嗯 断定他不是等闲之辈 哎 啊 这位壮士可是你接的榜啊 人家问上了 哎 得呀 吸我呀 啊 不认账也不行啊 那你会打哑咪吗 他怎么回的 哎 我回爸爸做行的 全是买卖猪肉用的 请问壮士贵姓高明 何处人事 哎 杏子名水哪儿的人呢 安行孙 叫孙德荣 山东邓舅府 蓬来县这印 嗯 近年三十五岁了 我还没去媳妇呢 哎 你告诉人这个干什么呀 壮士不必笑话 快随下官一同面君吧 哦 要面君呢 什么面君呢 什么面君呢 豆腐呢 面君 这面君 面君是怎么会形的 面君呢 那就是去见皇上去 哎呦 那好啊 我们个儿俩落幕间了 咱们皇上称兄道弟啊 王大人一看这人真灰心 壮士 您是称马呀 还是称教啊 哎 称称吗 人家问你是骑马 还是坐教 我骑驴 啊 王大人一听啊 罢了啊 罢了 不骑马也不称教 反而要骑驴 处处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准时有能耐的人呢 何以见得呢 哎 那张国老不就是骑驴吗 哎呦 哪吼他八千比啊 这驴还真不好找 是啊 临时哪找去 哎 还好 有个乡下人啊 骑着驴进城看灯 临时跟人家打商量 借过来让孙掌柜的齐声 见皇上去 好嘛 功夫不大 来到了朝房 王大人吩咐了 赶紧准备点线 好好的招待孙壮士 哎 把他当成上宾了 王大人心想 这要按照常规 这可麻烦了 怎么呢 一个平民百姓要见皇上 那可不容易 啊 得先到礼部演习礼 那得耽误多久啊 是啊 那怎么办呢 不如立刻奏鸣圣上 啊 马上降旨 让他跟那外国的法师斗法 哦 要是赢了 就不必眼理了 那要是输了呢 要是输了啊 得问他个欺君之罪 啊 由我带回来发了 那就完了 主意一定 王大人上殿面君 奏鸣情由 皇上一听 怎么着 有人跟法师斗法了 龙心大悦 马上宣召外国使臣进殿 宣外国使臣进殿 领旨 哎呦喂 好大的嗓门啊 手拿佛臣布上金殿 口念 吴梁佛 哦 法师来了 这法师长得这个长相还挺乖 怎么了 身高不满无尺可宽里倒有二尺半 哦 通往横里憋了 身穿黄道袍 头戴黄道官 满脑袋的头发都是黄色的 纯粹黄色人物 在他们的国家里啊 这是有名的法术家 哦 道号叫柳义真人 哦 咱们就叫他呀 窝果法师好了 哎 怎么叫人家窝果法师啊 因为他那脸堂啊 说黄不黄 说紫不紫 那颜事啊就跟咱们吃的那老乌龟一样 很好嘛 皇上问他了 法师 今天我国有人与你斗法猜谜 不知需用何物 对 要用什么东西好准备啊 我也说过 要搭法台两座 各高三丈三 相隔不要超过八尺 法台之上要一样的设备 一张桌子一把太师椅 还有香炉辣签黄表纸 朱砂笔宴外带一碗净水 那就赶紧准备吧 皇上叫法师下殿后旨 然后传旨下来 营造司就在皇宫内搭好了法台 哦 法台对面就是养心殿 皇上就在那帘子里边那儿 皇上在那儿干嘛呀 哎 他要看得见啊 听得清啊 好开开自个儿的眼界呀 哦 要看他们斗法 准备完毕了以后 传旨斗法开始 哦 这就来了 我国法师在东边的法台 他国的法师在西边的法台 各用法术上台 哦 法师早有准备了 平心静气 就看见他嘴里头一动 念念有词 不大的功夫 他就上了法台了 怎么上去的呀 他有气功有清功啊 哎呦 上了法台以后 把宝剑摘下来往桌上一放 盘膝打坐 闭目养神 嗯 静等着斗发了 人家上去了 该我国的法师了 该孙掌柜的了 哎 靠着墙 他那儿正 哎呦 他睡着了 他睡得还挺香呢 哎呦 这是什么法术啊 急得王大人直喊 孙法师 哎 孙法师 连喊了好几声也没叫醒的 那怎么办呢 过来几位兵丁连推带嗓的 总算把他给叫醒了 赶紧醒醒吧 哎哎哎 小的你跑不了的 你看 他还做梦呢 这事 孙大龙连醉带累的睡了一觉 在梦里就跟人家那儿斗上 嘿 醒了以后 他自个儿心里也大门 哎 结西什么底抢 嗯 哎 大哥呀 结西哪块啊 谁是你大哥呀 那结西什么底抢呢 哎呦 全都不知道了 孙法师 你在前门接的黄榜 不是自个儿说会八百多首雅迷吗 嗯 现在外国使者已经上了法台了 哎 没别的孙法官 你快去斗法吧 对 竟瞧你的了 孙德龙一听坏了 嗯 我哪坏雅迷啊 呦 刚才我是喝醉了 对外国法师出言狂妄 从心脸里头就不满 嗯 所以接了榜 也答应了破他的雅迷 可是那只是一时的冲动啊 哎呦 要是现在真上台斗法 那我就不灵了 嘿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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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说众伟啊 我可想不了发胎啊 啊 你还些另行告明吧 好吗 要打退堂鼓啊 王大人可急坏了 哎呦 我已经替你奏鸣圣上 是 指一下立即登台斗法 啊 你要是反悔 咱们可都有欺君误国之罪啊 这娄子大了 哎呦 那要叫这么一说 咱们俩都活不了了 当然了 全得杀头 对 可是死啊 你也不能这么死啊 这么死是白死啊 外国人欺负我们无能 光他一国不来朝共 倒也罢了 嗯 如果各国乘虚而入狼烟四起 纷纷进犯我国江土 到那个时候 黎民百姓可都要经受刀兵之苦啊 哎呦 江山社稷就保不住了 哎 要这么一来 我那个妈妈 他骂的也万万了 哎呀 那还用说吗 那个 哎 不听 那我就是要死 也不能这么死 嗯 宁可死在那个法台上 嗯 我告的要斗他个一下子 嗯 吓吓他的威风 哎 想通了 哎 对了 您这么说就对了 不但要上法台 而且要斗赢了他 赢得了 赢不了 这个关系可很重哦 嗯 是关系重大呀 哎 赢不了啊 命就没了 老大爷 你听好吧 我一定斗赢了 赢不了 我就走他个旺不蛋 好吧 要跟人家玩命啊 哎呦 那揍人可不行啊 要紧的 还是破他的哑咪 对 您快上法台了 嗯 好 想就想吧 好好上吧 上吧 怎么上啊 嗯 赶到了台里一下 他往上看 好嘛 三丈多高 这得会疼云驾雾啊 哎 哎呀 我这个这个法台有多高啊 三丈三 哎呀 九将九也没得关系 赖阴呢 干什么 搬梯子 啊 文武百官一听搬梯子 这叫什么法师啊 要乐呢可也不敢乐 嗯 还是这王大人跟他说 啊 孙法师 您这得用法术上去啊 对啊 用法术 哎呀 什么法术啊 我蹦上去就行的嘛 蹦 啊 那能蹦多高啊 哎呀 那得看我高行不高行啊 有高行呢 一蹦就要是武将多高 哦 那要是不高行呢 那木举 哈哈 那怎么行啊 哎哎哎哎哎哎 反正怎么也得蹦个散将散 散 散将散不了嘛 也能蹦他个散层散 三寸散呐 哎 那谁不能蹦啊 那管什么用啊 哎 可是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 那怎么上啊 这会王大人呢 请来了一位殿前武士 哦 这主呢 这个头啊 跟孙掌柜的差不多哦 金盔金甲 啊气语不凡 哦 胳膊呀 都这么狠 哦 力气也大啊 又找了这么一位武士 啊 两个儿商量 让孙德龙呢 坐在朝天凳上 哎 俩武士叫着号 一二三 嗯 齐 往上这么一扔 那不是就上去了吗 这法子行吗 他也没别的法子了 对 对 王大人嘱咐这两位武士 啊 你可看准了方向 要扔准了啊 哎 什么呢 扔不准呢 那就摔死了啊 还没逗呢 法师摔死成了柿饼了 那不是让外国人看笑话吗 对 是得扔准喽 俩武士问孙掌柜的 孙法师 您有胆子吗 他怎么说呀 哎 有啊 摸胆子敢接绑吗 呦 那是这点酒啊 给折腾的 那呀 您就坐在这朝天凳上 嗯 我们哥俩呢 一使劲儿 保险您能上去 那就快坐上吧 哎 行啊 可惜这个狗干子我得夹着 对 那是他吃饭的家伙儿吗 孙掌柜都坐好了 那俩武士商量了 来 啊 咱们先试试啊 看他有多大的分量 哎 心里先有个底 看他多重 嗯 没三百斤也要两百六七 哎呦 真不轻啊 俩武士一叫号 嗯 一二三 七 这一下子 啊 就给扔出四丈五去 哦 这要掉下来啊 非摔死不可 掉台上也受不了啊 怎么呢 那抬高三丈三 扔起来四丈五 这一丈二 能把他摔的腿 谁也折了 胳膊也断了 嘿嘿 没摔着 啊 那勾杆子把他给救了 怎么呢 他拿这勾杆子的伴儿 一支那台板 人顺着那个柿子 一出流 就卸了这个劲儿了 他就落在台上 没摔着 嘿 要说这外国法师啊 才倒霉呢 哈哈 俩武士往上扔 孙掌柜的时候啊 法师那儿正闭目养神的 没睁眼睛 哦 没看见 对 感到从上往下掉的这个结果眼 哎 他翻了翻眼皮 哎呀 这怎么了 可把这法师给吓坏了 哦 我用法术缓缓上台 怎么这个中国法师 这法师竟然是从天而降啊 扔上来的时候啊 他没看见哪 打这儿起 这外国法师他就害了罢了 哦 得震住了 这时候太阳可就要下山了啊 法师借着落日余晖 一打凉这孙掌柜的 当时又是异性 哎呀 又又又怎么了 中国法师看穿衣打扮是飞僧飞道 他怎么金光护体赠光瓦亮啊 哎 怎么那么亮呢 那全是那些猪油反光啊 哎 外国法师先跟他打招呼 啊 无量佛 哦 高唱佛号 孙掌柜这么一听 他也回答了一句山东老家的土话 啊 好家伙 什么 他这一声可不要紧 把皇上给下了一套 怎么呢 什么 招家伙 哦 这叫道上了 太清明了 好家伙 这个法师虽然听不懂什么叫好家伙 可是一看对面这中国法师 有威风 有气派 嗯 他在礼貌当先 一抖这个佛臣 无量寿服 哦 人家向中国法师致敬 孙掌柜的不懂啊 嗯 无量寿服 好啊 下字了啊 好 你一架字我也会架字啊 哎 西哉西哉了好家伙啊 这是什么词啊 文武大臣一听 行 短兵相接一来一往 真看不出来啊 这山东还真有两下了 哎 把他们都唬住了 那边那法师一听 实在实在好家伙 这就更不懂了 心里一想 不不想 听不懂没关系 赶紧打雅咪吧 当时就伸出一个手指头了 哎 人家的雅咪就来了 孙掌柜的一看 这法师伸出一个手指头了 嗯 不 人家的雅咪来了 嗯 你信一个 哎 我就信两 当时 就把俩手指头出出去了 哦 指着法师 哎 法师心里安安佩服啊 对呀 我说的是一佛顶礼 他回答的是二圣护身 哎呀 这可不能大意啊 想到这儿了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了 那么咱们这位呢 孙掌柜一看 他伸三个 嗯 那我就别伸四个了 嗯 我要伸四个呆处 他出五个 我就没了 那干脆 我全伸出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吧 他全伸出来了 哦 法师看见了 哎呀 我说三皇之士 他回答我是五帝为君 哎呀 真乃高人也 哦 那法师怎么办呢 法师冲着对方拍了拍胸口 孙掌柜一看 也不含糊啊 你拍胸口 好 我就给你来个拍脑袋 他这一拍脑袋 又把那法师给吓坏了 又又又 怎么回事啊 法师拍胸口啊 是说佛在心头坐 哦 他拍脑袋回答的呢 是说头上有青天 哎呦 这可真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啊 法师一着急 干脆吧 我把他打下法台 哎呦 要怎么个打法 我营火烧他 啊 他必定得躲 是 那时候他一脚灯空 就摔下法台 就是摔不下去 也得趴在法台上 那我就赢了 哦 算法师赢了 哎 想到这呢 就拿过来黄标纸 用毛笔蘸珠上 在纸上画了一道符 哦 用保健尖挑起来 在蜡烛上点着了 晃了晃 嘴里念念有词 他以为对方一定害怕呀 是够吓人的 哎 没想到山东哥们不怕这个 心里可就说了 怎么那好小子啊 这么大岁数了 你怎么还玩火呢 你也不怕玩火 玩像尿康啊 嘿 他这还逗呢 法师一看对方之乐 嗯 并不害怕 这法师更毛虎了 是啊 哎呀 这个中国法师 好大的胆量啊 嗯嗯嗯 齿令 一喊齿令 风可就起来了 哦 火家风是风筑火卫 老到一甩箭 怎么样 正把这个火 吹到孙德龙跟前 一下可就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 哎呀 还进一会儿啊 烧着了嘛 他拿手这么一挡不要紧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 啊 正碰在桌子上啊 啊 噴劲啊 正好呢 碰到那个桌子那凉水碗啊 啊 抄起来往脑子上这么一扣 哇 火灭了 嘿嘿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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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叶子 这勾干子就出了手了 哦 扔过去了 可把法师给吓坏了 正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呢 嗯 勾干子在空中这么一转啊 这俩钩子正好搭在这法师的塞帮子上 吐的一下哎呀 哎呀 勾上了 法师这么一疼 宝剑也撒手了 火也灭了 勾干子也掉到台上了 嗯 法师一看这个勾干子 连连记手 哎呀 哦 吴梁佛 我当时合法宝 原来是佛祖的如意紫金钩啊 哎呀 那是如意紫金钩啊 钩猪的钩肝的 孙掌柜的一看 法师塞帮子破了 宝剑也扔了 一副狼狈馅 干脆我就把你打下法台吧 哎呦 得理不饶人 蹭下的 他把随身带的酒壶摘下来往上一举 哦 要砸这法师 对 这把酒壶在他身上戴了十几年了 也磨得赠光瓦亮的 这个法师一看 当时下的是魂不附体啊 哎呀 不好啊 食材用的是如意紫金钩 怎么现在又要记起翻天印呢 这可不得了 三十六招走为上策 走吧 哦 要溜啊 他得下法台啊 一着急心就慌 这法台三掌三 吓得半截腰还差一唱多呢就掉下来了 哎呦 连滚带爬跪到皇上面前 哦 认输了 皇上看看这外国法师一声冷笑 大法师 这次斗法你是输了 还是赢了 那还用问吗 小人实在是输了 臣去回报国主 一定是年年进宫 一定是年年进宫碎碎来潮啊 哦 臣服了 哎 皇上这份高兴啊 嗯 不过他想知道知道他们斗法的内容 啊 我问你 一上台你说无量佛是什么意思 啊 这位法师怎么回的 哎 那是祝福的意思 哦 嗯 那我过法师说的好家伙呢 那你怎么解释 这个 这个频道财书学浅 实在不明白这个好家伙是什么意思 是啊 他哪懂那山东哥们的口头语啊 那你要说无量寿佛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 嗯 我是试探着问问贵国的法师 多有什么法宝 哦 那他回说实在实在好家伙呢 那想必是贵国法师法宝太多了吧 实在实在都是好家伙的 皇上说了 你知道了那就好了 那你伸一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 一个指头 什么意思 这是达雅明啊 祭佛顶礼 那我国法师伸两个呢 那是二圣护身 你伸三个呢 三皇之师 我国法师伸五个手指头 哎呦那了不得呀 那是五帝为君呢 你一拍胸口 佛在心头做 他拍头顶呢 那是头上有青天哪 哦 皇上问了 那你这赛胖子是怎么回事啊 对啊 法师说了 那是贵国法师用如意纸巾勾给勾的 哎呦那是勾肝子寡的 皇上说了 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法师说了 不敢 贫道已经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了 为什么呢 鬼国法师又记起了翻天印了 啊 这要打上可是如雷轰顶啊 就那把酒壶啊 所以你就败下来了 还是贫道情愿领罪 嗯 王下跪 王下跪 皇上是真高兴啊 啊 马上传旨 搭云梯 迎接我国的法师下法台 这句话啊 可把孙掌柜的给救了 是啊 要不然呢 他怎么下来呀 文武百官站好了 都在那儿迎接他 这体面哪 这孙掌柜的走过来了 看见这法师跪在皇上那儿 心说 哎呀 怀了 这小子一定是在皇上面天啊 把我给高了 哦 可是一看见王大人一礼相迎 哎 他又放了心了 孙法师 辛苦了啊 哎呀 不辛苦 您看这个老道的法术如何呀 啊 跟咱比呢 恰远了 那现在您可以继续见皇上了 那些啊 我得见见我们那个老大哥去 老大哥 从哪儿论的 见了皇上趴在地下就磕个想头 嗯 皇上一看 这个人个头高大 身形魁梧 面带忠厚衣着朴实 哎 心里他这个高兴啊 呃 我国法师 你姓神名谁啊 皇上问话了 咱大名叫孙子 咱们 你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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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问我 斗法西是术了还是硬了 嗯 这话呢 我还真不好回答 呦 怎么不好回答呢 术硬呢 我不好学 哦 反正这么学吧 我要是术了呢 那我是干什么来的呢 哎 啊 我要是说硬了吧 那是我老王卖寡 自卖自卦 咱说了 我要是术了 法西这个材棒子呢 是谁打的呢 对啊 那他为什么跑下了法胎呢 嗯 谁输谁硬 让法西他自个儿去说吧 哦 皇上已经问过他了 哎 他要是说我输了 没的关系 我们两个人二次向胎 咱们再比划比划 哎呦 再逗啊 哎呦 法师一听 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连尿都出来了 哎呦 哎呦 不不别来了 我认输了 我是输到家了 哦 人家认输了 皇上一听乐了 来 把外国法师 带回管义 听候发落 哎呦 把法师带走了 孙掌柜的也站起来了 哎 兄伟啊 目前了呢 我就该回去了啊 对赶紧买猪去吧 王大人上前给拦住了 哎 你可别走 法师啊 万岁见你斗发有功啊 还要赏赐你呢 哦 对对对 什么奉响 我告诉你 我一不想当会儿二不要钱 把发戏给斗白了就完了 哎 还真是个好样的啊 哎 山东这些话呢 皇上听得是清清楚楚 嗯 冲着满朝文武百官可就说了 说什么 仲卿啊 孙壮士见义勇为 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斗拜外国法师 智勇双全为国增光 孙壮士一不求光二不贪财 淳朴善良安分之命值得表扬为民楷模 朕要亲自为他赔红挂财 我 这可是天大的荣宠啊 皇上给他十字赔红 哦 孙掌柜的磕头谢恩 王大人陪着他布下金鸾 嗯 明罗开道让他骑着驴游街 哎 怎么还骑那驴啊 习惯了嘛 嘿 这脸可露大 那可不 这是在那年头 要在这个时代啊 我非支持孙掌柜的出来竞选立法委员不可 好让他为民服务 为民喉舌 哦 说正格的 这孙掌柜的真会打雅米啊 他哪有那本事啊 这全是碰巧了梦的 呦 这话怎么说啊 因为游完了街以后呢 王大人把他送回猪肉铺 一打听才知道的 哦 感情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人家外国法师的雅米啊 是道德经 那孙掌柜的手语呢 他是卖猪肉 哦 人家老道上来啊 先打招呼是无量佛 他跟人说好家伙 好家伙 这是山东哥们的口头语 啊啊啊啊 他认为法师一见面啊 就跟他画原要小钱 啊 他看不起他 好家伙 哦 那老道说无量寿佛呢 他说西在西在的好家伙 哦 哦 这跟无量寿佛贴的上边吗 哎 这个无量寿佛啊 就是说这个外国法师啊 无妖雅亮 在受那个拜佛的光棍苦日子了 哦 他打算还俗结婚 哦 怪不得这法师上来就要钱呢 孙掌柜的意思是呢 你跟我要钱我没有啊 用就来的那什么锅碗瓢盆呢都不少啊 过日子这都用得着的 所以说西在西在的好家伙 问他要不要这些家伙 哎 那法师伸一个手指头干嘛 哎 那个法系班系琴啊 他要问我买一口锯多少钱 哦 那你伸俩指头呢 哎 我告诉他二两斤子 那法师要伸三个手指头 他要买我三口锯 你伸五个手指头呢 没三口算他便宜点嘛 无量嘛 那法师拍拍胸口 哎 他跟我说要性肝肥肠子跟肚子 那你拍头顶呢 我说别说要下水了 我连煮头都给你了 太难了 哈哈